好 欢迎欢迎理财生活通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 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你可能还不知道的台积电 那当然台积电是我们的护国神山 你们有很多投资人其实都很看好台积电未来的一个前途 但我们今天试图的从经济面以外来看看台积电 所面临到隐形的一个社会问题 在我们今天线上连线的来宾是新新闻的总编辑 郭淑媛 淑媛你好 你好 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 事实上我昨天看到你们很大篇的报道 我必须说 我必须说 就是说这个题材在台湾其实没有那么讨好 逆风吧 我在形容这是逆风的专题 怎么说呢 因为没那么讨好 大家都喜欢护国神山 大家点出了一些问题了 你觉得台积电说现在政府给他 要地给地 要店给店 要水给水 要人才帮忙找 要这个盖到哪里 房价就涨到哪里了 台湾人跟台积电的命运绑在一起 但你点出他很多的问题了 你为什么说他是一种蜜蜂型的一个报道呢 因为就如同你所说 因为大家觉得他是护国神山 那他确实也带来一些战略性的好处 对台湾来说 然后经济上面也带来贡献了很多的GDP 然后另外也给年轻人有高薪工作的机会 这是毋庸置疑 那只是说我们这套专题 其实不只是看到台积电 当然台积电是最大宗 因为它是半导体的领导产业 然后领导企业 然后我们是希望从这么多年来台湾一路推半导体的产业 那其实它其实不论是在资源的排挤 或者甚至其实它有些污染的危害 然后或者人才的磁吸更不用说 然后甚至他们员工带来的身体的一些血汗的一些工作情况 然后另外还有地方 因为现在那个科学园区工程掠地 北中南都有 然后这些其实造成的负面影响 其实它慢慢慢慢会浮现出来 那我们只是希望说 能够逆风一下 是因为在好办法之余 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反思 然后也提醒政府 在做这个政策的时候 你可能要 一方面你从头到尾 你的把关机制有没有建立好 那这部分我是觉得政府 它必须有责任做好 那可是我们 那个采访下来 是觉得很多地方都需要加强 对 而且我觉得如果说硬要来分的话 它比较没有那么的着重在经济面 反而是社会面要付出的问题 就是所谓的隐形成本 对 我们这个标题就是护国群山荣光的代价 其实是我们社会集体付出的隐形成本 那也是等于是把这些企业 他们自己的内部的成本变得外部化 是整个全民都要来承担这样子 对 而且我觉得很难想象 就是说原来护国神山群 有很多的污染的问题 当然它会有人才的一个磁吸的效益 然后当然也会出现一些资源的排挤 就读后 我们可以这样讲 我们先来聊一聊 就是说第一篇当中提到的就是水电土地 你就觉得你下的标题也很重 政府独宠半导体产业 你看这次高雄环品就知道 它真的是一路开绿灯 公营他们去设厂 其实我相信 不论是南科或高雄 因为我们同事去访问 其实当地人会说 这个至少也带来一些工作机会 然后看起来容紧 然后干净这样子 那可是事实上 你从这个过程就知道 就是政府确实是帮它排除万难 对 像台湾几次的大缺 那个票电停电 其实台积电是都没事 对不对 然后水的话根本不用想 去年 去年那个缺水 然后有一条很长的 那个从那个 那个桃源的石门水库 一路拉一个管线到租客去 其实是很明显的 就是那我们比较担心的是未来 因为未来 因为台积电到2028年 它的那个用电量会占 全体台湾整体总用电量的13% 所以其实这是大家比较担心的 是说那我们自己本身的电 可不可以成 有没有办法提供这么多 对不对 这是一个 尤其是2025台湾那个 就是和那个要 核电要退场 对对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是 因为它必须要绿电 它要百分 它就是承诺要绿电 那可是台湾有没有这么多绿电 那为了它绿电 是不是要做很多 到处去种电啊等等 绿电是好的 可是是不是 台湾有没有办法生产那么多 这是一个问题 那另外就是说 也因为要攻击它那么多绿电 其他其实中小系列 他们台湾有很多隐形冠军 他们可能也需要绿电 可是他们买不到绿电了 或者说他们甚至买不到 那么比较相对便宜价格的绿电 所以它其实是环环相扣的问题啦 对 之前我有看过台积电的报道 就是在缺水的时候 他们自己有水车啊 对不对 他们不是有要自己载水 也就是感觉上 他们挺自立自强的 有 其实有 因为像台湾 可是 可是因为台湾的自来水 其实供应 供应出去是自来水厂 对那其实源头是自来水这边 你要到处去找水嘛 不论是水库的水 或是地面的水 或是什么浮流水 或是现在这个我们有之前有的报道 就是讲它还有那个再生水 可是再生水厂那个 其实它很耗电的 然后还有未来那个什么 台水氮化厂的水 这个也是为了台南 会有海淡厂的水 可是那个成本是谁在付你知道吗 是台水 台水也要付这个成本 然后再卖给台积电 对 所以只是说 其实我们并没有否定这个产业啦 尤其它真的对台湾有好处 只是说你政府 因为它现在到处 那个科学园区一个一个的 一个开上屁土 尤其是科学园区本来 其实政策环平已经是不能再 再开再盖了嘛 然后可是在20 我一下子忘了2018年的时候 就是有个政策环平就通过说 它又可以再开 再增加600 600公顷的样子 我下一次下一次没有查了数字 对那等于是说 其实是政府一路在给他们放宽 各种管制各种限制 对就是我说的一路开绿灯啦 对那问题是我们 我们有没有需要去 有没有这么大的 这个台湾这么小 然后土地有限 水电有限 我们又没有这种 对那我们有没有办法 提供承受这么大的 一个高的耗水耗能的产业 那或者说它其实可能到某个程度就好了 那所以才会 其实我们最后一篇有主张 就是你可能要重新再做一个政策环平 我还要再多少 我们还可以容纳多少 对我们待会儿要讨论这个问题 因为台湾缺水缺电 其实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待会儿也要聊聊人才这个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 把我们进一个广告 好 欢迎欢迎理财生活通 我是夏云芬 在我们今天线上连线的来宾 是新新闻的总编辑郭淑媛 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 他们今天才上线的议题 就是护国群山荣光的代价 让我们看到半导体 甚至是看到台积电 那么出现不一样的一个思考的方向 到底真的台湾的政府是给 要给他要地有地 要水有水要点有电 然后要人才有人才 然后到哪去都能够带动房地产的一个上涨 我们先来正视这个问题 我觉得水电台湾一向是不够的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其实你刚刚讲了 比例要这么高吗 要独厚这个产业 我们待会儿晚一点来探讨 我们来探讨人才这个问题好了 它是一个护国神山 它过去想说干脆用晶片换疫苗 或者为我们去拿疫苗 对不对 那它有那么多的员工 员工有那么多的家庭 应该也帮助不少吧 可是你会说它有人才的一个磁吸的效应 对 那至少对员工是好的 对员工是好的 可是对整体的社会来说 其实像我们在那个第三篇 就是抢人大战里面就提到 就说其实台湾等于是很多博士啊 就是电机方面的啊 博士啊 硕士啊 其实他们就被拉进这个 尤其是台积链里面 那可是对很多大专 尤其是四个顶大 他们也为了 为了那个半导体产业 设了一个半导体学院 那其实还有两个也继续 陆续要设 国发基金也投入4.18亿元嘛 然后甚至于 你看为了那个 他们因为人才能不够用 所以有5000名的研发替代役 是半导体就占一半 然后光是台积电就占1000名 所以其实台湾政府真的很帮忙的 投注人才给他们 可是就很多学者来说 他们会担心的 就是说那可是其实很多的工作 并不是 因为不是完全研发嘛 他还有各个部门嘛 那可是包括杨光磊 他是台积电的前研发处长 那现在有在台大间 可是他就说 他觉得 现在台湾半导体产业人才 已经是上市下市化 就是说 其实有些工作 其实是可能是 物理系的博硕士生 在做高中生 能做能够做的事 那其实这是很可惜 可是他给很好的薪水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对 他当然是整体提高了 那个年轻人 他们出社会工作的待遇 那可是问题是 这些工作可能 不是那么完全 是财是所 就是这些人 如果说他们有 尤其是这些 念电机啊等等 也许他们 也许他们有更多的创意 可以做别的工作 他不一定要做这种 比较属于技术性质的工作 当然研发部门 那没话讲 我说的是其他的部门 对 那就会觉得很可惜 那也因为这样子 你人才持息 导致一方面可能会 财飞所用 或者大财小用 那可是还有就是说 其他产业 其实他可能就要找人 就那么困 就很困难 你看我们前 前两个月 其实各大学不是有 那个真材的博览会吗 那其实真的是 高科技业都是爆满 尤其是台积电 根本不用讲 然后也 甚至于非 现在因为虚人恐急 所以非 非那个 电机相关科目的 只要是工学院 理学院 甚至于 采管学院 可能都可以进去 对 那可是也因为这样 他会吸走了很多 其他产业 可能需要的人才 其实台湾 台湾其实还有 隐形冠军 其实也很多 就是一些中小企业 不是其他 对 那 然后 他们就变成说 找不到博士啊等等 那更不要讲说 大学 他们其实很多 连台大很多 那种顶大的一些博士班 都还不一定可以招满 因为对他们来说 他可能 我没有访问一些 他说 他觉得 他念了硕士 就可以拿到很好的薪水 他为什么还要花 就做的事情 就是那些 他为什么还要花 再去花几年的时间 去拿一个博士 那甚至有博士去的时候 他会说 其实这些工作 跟他的博士论文 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就会有点可惜 就是你的资源 人才的资源 是有点会挫滞 那对台湾长期来说 是好的吗 可能他有十年以上的龙井 一定的 没问题 可是未来会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那可是你 你另外某一方面的人才 是不是就 会空掉 那这是我们觉得 要提醒 提醒社会 证实的一个问题 对 因为过去 只有点出一个问题 台积电好 其实benefit到谁那边 其实外资 对啊 因为台积电 其实外资的比重很高 对 那可是你现在告诉 我们人才的问题 对不对 然后你需要念到博士 然后去做硕士的工作 不是硕士 去做高中生的工作 这是阳光 他们自己台积电前研发处长 自己说的 我没有访问他 所以这是人才 这个慈禧的一个效应 那另外就是我觉得 我自己都觉得 看了有点触目惊心的 就是你们有特别点到一点 就是半导体不能说的秘密 其实我觉得 我其实会推大家要看 一定要看这篇 第一篇跟第二篇 这篇是第二篇 你看跟我选的一样 我跟你说 真的 因为因为这是我们 你说独家的话是这篇 他有很多是第一手的 的那个 就是学者 我们正去找 真的在研究的学者 然后也是因为他们 你知道他们 他们没办法 给我们一个正式的报告出来 可是他们其实 就是有非常多的忧虑 那其中有一个 他是大业大学工学院的院长 然后他长期就是在研究 半导体的化而物 那可是他就说 他其实很优秀 因为半导体你知道吗 我们这是非常高的商业机密 所以其实他到底 有哪些化而物 我们不知道 可是其实这些化而物 几乎都是有毒的 然后他从那个韩国 因为韩国有揭露一部分 曾经有揭露 他们来看 其实那些化而物 都非常的毒性 都很高 那这是大家比较担心 是日积月累出来 然后这个化而物 因为它会有一些 那个废弃物的排出 那虽然他们也会经过处理 那可是日积月累 还是担心会造成 土地或是空气的 各方面的危害 那其中 那是我跟同事 一起去清华大学 去访问一个学者 那他长期就是在研究 那个 研究那个 那个 那个污染的问题 然后就是那个 清大的杨树生 那他自己就有监测 因为他正好指导学生 在2007年到去年 他有监测 那个在 逐科出来的 那个香山一带的地方 那边的土地 他就说 那个香山湿地的 价格的含量 其实是已经超过均值 那这个均值 是地球的平均值 就是这是一个 美国地质工学会 公布的平均值 而且是逐年上升 像2007年 比如说都只有10 假设我们这样说 那价是19 婴是0.1 这是地球的均值 那台湾20 比如说2007年 是10 对不对 可是你到了2022年 已经是6 价已经60到120 婴也是20到60 其实它是有上升的 然后我们有访问过 那个毒物专家 杨中海 那他就曾经 他当然那个 不是说是台积电的员工 可是他曾经就是 有碰过一个 LED面场的工人 然后长期因为胸闷了等等 去看 结果发觉果然是 阴的中毒 对 然后长期就导致他 肺病啊 肺心文化等等 然后也无法工作 这还没有 这是一个 被揭露出来的大问题 我们待会讨论好不好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好 我们线上的是我们新新闻的总编辑郭鼠元 我们刚刚有一路跟大家来聊聊 这个半导体不能说的秘密 这也是的确你们独家 这样PO这样的事情 那当然一方面是 大家对半导体 本来它就是有难度的 你刚刚讲一些商业基因是不能讲的 但我们看到的一些讯息是说 它ESG做得很好 不管ESG公司治理 环境的一个保护 它应该做得很好 它的绿电也生产的一个很好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它有金属污染这个问题了 其实半导体 它其实因为是化合物的关系 它一定会排出一些 它一定是有毒的 那只是它会怎么处理 然后可是像就是在说 因为像比较 我们有访问 比如说在做循环经济的 还有那个下游的业者 其实他们就说 其实很多 很多循环经济的数字是美化的 就是说并不是每一个东西都可以再利用 然后因为有些是低的价值的 所以它就不会去再利用 这是一个 那另外 然后另外就说 其实也不一定有能力去再利用 对 然后还有另外就说 它有一些废弃物 对不对 它虽然经过处理会有些废弃物 然后废弃物是丢在哪里 它可能会衍生 那个二次污染的问题 然后而且台湾 其实垃圾野面产也很饱和了 然后废弃物的最终处理 有没有办法去应付这个产业的发展 其实这是一个问题 对 然后另外就说 这个是下游的 就是它已经建立了 对不对 它已经在生产等等 然后在前端的 其实政府它的把关一直有个问题 是说 在比如说 尤其现在台阶人到处攻城略地设厂 那个科学园区也是 然后可是我们政府在 在做那个环境影响评估的时候 其实有个很大 一直长期很大问题 就是我们同事 他看了非常多份 那个环评的报告书里面 归纳出来的结论就是说 只做几小部分的健康风险评估 而且只做增量 就是你增加什么量 可是没有做整个总量 那也许你增量看起来不多 可是如果你加起来总量的时候 可能就很多 对 甚至我都觉得主管机关你要监控 你有能力监控吗 你能够知道问题吗 在环评会议是可以 这个是最前头的把关 你要一个厂 它要设厂 它要在哪里 因为像台积电不是要去台中 高雄吗 然后宝山这边也有 可是你在此之前 你在做风险评估的时候 它其实只要求增量 它没有要求总量 对 那其实我们也访了很多学者 包括陈嘉华 长期用环保的 或者是像詹森柜等等 其实他们也都觉得说 这个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其实总量是可以做 可是你如果不做的话 你不知道到底它整个加起来会不会太多 尤其是像科学园区附近 其实也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厂 对不对 有些是小的工业区 然后你如果科学园区这样的工业区加起来 它可能就很可观 就一些污染的排泄 有些排烟等等 那个污染的空气 它其实是加起来就可能就超量了 那其实这个是我们在政策把关上面 可以先设计好的一个机制 然后可是现在因为环平的规定 它其实是我觉得是巧门 它就是给你让你 其实是很容易过的 让它很容易过 这也是因为地位不一样 对那可是也是因为这样子 像中科就比较明显 中科之前一直在抗争嘛 然后抗争也打了官司等等 然后也后来打官司 也去做一些健康的那个检查等等 那可是像我们同事 他去访问中科的那个附近的一个里长 他就说他就觉得他们里内的人 染病的那种肺腺癌比较多 我觉得是污染的 可能是空污的问题 可是问题是你很 你有时候很难去归咎于说 是某一家厂商 为什么 因为科学元气可能有很多家 产业商商 对 对 对 企业在里面 对 就你很难去就责说是哪一个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我觉得可以 要求政府是说 你至少要要求是做个总量的 总量的那个环平 而不是一个增量的健康风险评估 这会影响到 不但是员工 还有附近居民 还有就是环境 整个的一个破坏 所以这个环境的一个评估 没有办法说 只用我们认为的ESG 那个E当中来做一个评论 是这样的 各个企业 对 其实台积电 它当然会做得很好 它是模范生 可是有些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 尤其是它是排出来的东西 对 其实你 尤其是就像那个学者说的 你不知道它到底有哪些 化合物在里面 因为它制成可能都用不一样的 对 而且它又非常的先进 它一定是保密的 对啊 那你这些化合物可能刚开始不多 可是你要想 这是常年的问题 它如果是十年下来 它会造成什么影响 那因为不知道 所以你就不知道 它到底会可能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这部分其实是 它可能无法完全揭露 可是至少说 那我们把关上面 是不是先做好 你后续就比较好处理 可以避免防范未然这样子 所以现在你刚刚讲过了 包括南科 可能包括高雄 都没有把这一块先做起来 至少 应该都只是做 现在都 因为现在规定 说起来是法规的问题 法规就只是要求做增量而已 它没有要求做总量 对 那这也是我们访问的学者 大家觉得说 这部分其实是可以加强的 就是它到底 排出了哪些 废弃物污染啊等等 因为之前早期 它的废弃物曾经出过包嘛 就是那个公司乱丢嘛 对 但是近几年 它当然把关的很好 这部分没有问题 对 所以我们也要强调说 这个专题不是针对台积电 而是针对这个产业 那这个产业 其实它确实 因为它用物质化合物 它是化学 化合的物太多 所以其实要注意的是 这个毒害的危害的问题 像你们问了学者专家 有问环保署吗 有 环保署 其实他们也 承认 还是会毒啊 对 我们的这篇文章的第二段 就是引言下的第一段 半导致产业使用的化合物 有够多 有够毒 这是无庸置疑的事实 这也是劳动部自己 职安署的副署长自己说的 他也承认啊 对啊 当然那个什么 那个环保署也是说 其实都是在要求的 标准的范围内 对 没问题 这一定是没问题 可是我们才会回到说 你必须要总量来看 你不是只是看真量 不是只是看特别的数字 对 好 谈完这个部分之后呢 其实我们有把这个整篇贴在我们粉丝团当中 我觉得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因为我们讲过了 我们过去都比较从经济面来看这个问题 从数字上来看 可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一个社会所付出的一个成本 还有他未来的一些冲击跟影响 我们待会来聊一聊 就是在三大台湾有一些科学园区 但创造了很多的一个产值 可是之后带动了房地产的一个上涨 环境的变差 交通变得不好了 那你的生活到底在哪里 我们待会来探讨这一段 我觉得这一段也是够让人觉得触目惊心的 我们待会来讨论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好 我们持续跟我们新新闻的总编辑郭水源来聊一聊这个问题 就是在荣光的代价 你会发现到说 对我们有很多的科学园区 创造了很多的产值 可是呢 房价贵死了 很多高雄就说希望你不要来 我的钱都还没赚到 才没存到你的房价已经涨成这么多了 然后刚刚你有提到了 环境变不好了 交通也不好了 那到底生活有出现什么样的改变 可以帮我们就整体的描述一下吗 其实就那个台南是最明显 台南呢 本来那个台湾 我们之前有查了一下 就最高前 所得中卫数 关心里是新竹嘛 连年夺冠 就是竹科所在地 然后最高的前十名 之前全部也都是在竹科附近 然后这几年有一个叫做 那个叫什么 那个不是在新竹的是 台南的散化连坛里 就是南科所在 所以它确实 在当地是带来了 很大的那个收入的成长 那可是也因为这样子 南科周边的那个房建案 非常的多嘛 然后涨 其实这样算起来 其实大家都有三成左右 散化永康啊 就是一直在 一直在那个建案 那更不要讲是说 因为你 你那个土地 自出在做这个科学园区 然后房子一些盖 然后因为员工进住 所以那个 那个小学生 学生变多嘛 也就是小学生 可是问题是学校跟不上 没有办法开那么多 那所以不论是南科 或者是竹科 其实就常 竹科是最明显嘛 就早上塞车 就是除了要塞着去竹科之后 还要塞着到处去送小孩去上学 为什么 因为你住家附近的学校 不够 不够放假那么多小孩 然后只好去念远一点的学校 这个情况是一直都存在的 对 这是它带来的冲击是 就是不论是 跟不要讲 就业有一些 可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去 进去那个工作嘛 然后我们就认识学者 他是住在竹科附近 他后来班离的那边 因为他不想塞车了 他干脆就搬在学校旁边走路上学 因为是那个教大的教寿 因为就是那个 其实然后真的不要讲说 他带给新竹 比如他们原来的那种整个文化的样貌都改变了 就是本来的一些 那个伯公庙啊 祖坟啊 其实都一个个牵走 然后本来其实有一些很不错的农地 在新竹本来是不错的农地 然后香山就不要讲 以前师弟 有一个牡蜜是很有名的 可是后来其实也都没有办法在 农地其实已经变 两个天已经不在了 或是说已经变成那个基地了 宝山的基地就是很明显 然后另外就是 你原来的信仰中心 你原来的祖坟 其实都一个个牵走 它其实整个是整个文化的样貌也改变了 所以竹科如此嘛 然后你刚刚讲南科附近的那个 那个建案都长 对 涨三层 善话联谈礼 对啊 然后更不要讲说高雄 他们就想说高雄 高雄还没去 根本还没有去 然后就开始在涨 等于是说 你给这些员工可能是高薪 他可能提供一个高薪的就业机会 可是他还没有开始就已经在涨了 对啊 而且你的高薪是不是足以支付 这么高的房价 可能也还是不够 对 对 而且你看 高雄人其实他们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人还没来 然后你这边 就开始涨 对 你的建案都已经开始涨了 对不对 对啊 对啊 那你说对于市民来讲 可能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可是痛苦指数也是一样 同样很高啊 对 像中科就很明显 中科不完全是台积电 他还有美光等等其他的那个 可是中科的 中科其实因为有个环保医师 他还得过一个奖 他就是张丰年 他其实长期就在当地看 他们其实就很担心 就是肉眼可以看到 有那个大的烟囱台烟 然后水 其实他们那个中科园区排放的水 会注入一些法子溪 然后其实法子溪 那个冯角大学教授就有证实说 那里面其实主要污染源都是中科园区 对啊 然后东海的教授 就是我刚刚说 东海的教授张震南 他也在测说 中科排放气体 其实重金属是有草标的 所以他对地方的影响 我们刚刚说的是有形看得到的 这种其实是无形 你可能没有 不一定有深刻的感觉 可能觉得空气不好等等 可是他其实是一个 有毒的环境 对 所以他其实对地方的影响是 我觉得要长年来看 然后我觉得那影响 各有利弊啦 可是弊的部分 我希望政府能够证实 我看都是弊吧 利的话就是房价上 那个你的房子 如果你是所有权能的话 你房价可能是 房价会上涨 然后另外就是 让年轻人有工作机会 这个我承认啦 就是他确实是好的部分 可是你说有工作机会 你配套都还来不及 你刚刚讲过了学校的问题 甚至以后 你还会延伸出啦 医疗到底够不够 不够 对对对 我刚刚没有讲到医院也不够 像南科也是 南科附近他们就说 那医院都很远嘛 对啊 其实是不够的 新竹也是这几年才开始慢慢 有些那个大医院到那边 在那边设医院 不过新竹的医院也是不够 而且甚至于你要去医院 还会碰到大塞车啊等等 所以整体看起来 整个硬体没有跟上这个速度啦 真的 对 而且你想想看啊 我觉得当然啊 我们看到的是经济利益啦 对 然后经济的贡献啦 对 但是你们看到了 是不是谁在赚呢 哎呀这句话就很重了哦 对就就如果大帽子就台湾之光嘛 大家都赚到 是啦他真的他确实是有带来这些 这个我不我们承认 嗯 只是我们就是要逆 为什么要逆风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顺风的同时 我们要逆风是说 那你政府你要负什么样的责任 这是回归到我们最后面要讨论的嘛 对不对 就是比如说你的产业政策 好吧 你觉得这个产业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不论是那个尤其是台湾的国际地位 它确实有收到很大的保障 战略地位的关系等等 那我们那我们是不是要重新来做一些 整个政策的检讨 包括你政策环瓶是不是要加 是不是要重新来一次 我们要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对不对 然后你的环瓶的机制 是不是要要把关的更严谨 重新设计个更严谨的把关机制 那或者是说你的产业 好吧 如果说我们要以这个为主 那你其他的高污染的产业 你是不是因为还有耗水耗电的问题 就是有资源抢夺的问题嘛 那我们是不是要整个盘点是说 那有些产业是不是 也就是高耗能高污染的 是不是有些产业要转型 那你才不会说所有的人都要抢 所有的产业都要抢这个水啊 电啊 都在污染啊等等 或者抢这个土地 对不对 因为我们土地很有限嘛 台湾这么小 那这个部分其实是 我觉得是还在回头 刻意政府重则大任 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一篇 今天王爷版已经发布了嘛 对 会有一些压力啊 我们其实那个有很诚恳认真的 递了很多次访钢给台积电啦 然后也沟通过 可是因为他们后来评估结果就是 他们是没有受访 那不然相关的单位我们其实都有访问了 所以他们的说法也有在里面 对 那甚至于学者专家 我们相关的有在研究相关的 其实也都有在都有访问过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大家可以接受的一个报道的内容 因为我想这是公允的讨论 是啊当然当然当然 而且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听一听不一样的声音啦 毕竟像污染的问题 废弃物的问题 这是对于台湾的影响 其实是千秋万代的 这不能够说我们现在因为经济的利益 然后你就蒙蔽了一切 那还有人才的问题 大家都说这是百年 对人才的一个培养的问题了 我觉得这都是大问题啦 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也非常谢谢 鼠元今天 特别拨时间跟我们讨论这么大一个议题 那今天我们也把这个相关的你们的报道 都贴在我们粉丝团当中 让大家可以同步看到 谢谢鼠元 谢谢 有机会再联系 谢谢 拜拜